9月3日,梅网南丹继续进行,首度参加大满贯赛事,中国选手吴易炳对阵世界第一的梅德维杰夫。 最终吴易炳以0比3不敌梅德维杰夫,无缘南丹16强。 这场比赛双方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吴易炳没有上演奇迹,本届梅网止步于32强。 首排双方熬战,吴易炳进入比赛节奏很快,他一上来就连续爆发。 前六局,双方各自爆发之后战成3比3平,梅德维德夫在第七局率先破发,吴易炳立刻还以颜色,成功回破。 可惜的是,接下来的梅德维杰夫连破代保,吴易炳首盘4比6落败。 第二盘,吴易炳一上来就被梅德维杰夫破发,0比4落后的情况下,吴易炳送出Love Game的爆发,搬成1比4。 分差过大,同时双方的实力和经验都有明显的差距,这一盘吴易炳2比6输掉。 第三盘,梅德维杰夫状态越打越好,相比之下吴易炳的失误也偏多,这一盘吴易炳2比6输掉,盘分0比3不敌梅德维杰夫遗憾出局。 第一次出征大满贯,从资格赛打起,吴易炳一路创造了很多的记录,正在首轮击败31号种子尼克洛斯巴斯拉什维利,实现了中国南网历史性的突破。 吴易炳成为公开赛年代,首位在大满贯南丹正赛赢球的中国大陆球员第二轮吴易炳击败葡萄牙的博尔热斯成为公开赛年代,首位打进大满贯南丹32强的中国大陆选手,能够登陆阿瑟阿世球场,挑战世界第一兼未免冠军梅德维杰夫,对于吴易炳来说已经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最终奇迹没有上演,吴易炳止步美网男单32强,吴易炳在本届美网的表现非常出色,也引发了很多外媒的报道,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和法国的对报,报道这位来自杭州的网球少年,他的经历以及性格接受采访的言论。 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吴易炳用给自己出色的表现,逐渐征服了所有人,吴易炳是非常不容易,四年前的雅加达亚运会他打进决赛遗憾夺得亚军也错失了参加奥运会的机会,之后吴易炳遭遇伤病,大赛折戟,可以说虽然只有23岁,但吴易炳已经尝遍了职业网球酸甜苦辣,终于在2022年的美网,他证明了自己创造了中国男子网球的新历史。 也祝福吴易炳,争取可以在未来保持好状态,同时治疗伤病尽快恢复健康,未来取得更好的成绩。